成功,还不回家呀,加班这么多天不得想死老婆了,看会直播,等会回去了。 哎,那您忙吧,我先回去了。 公司停车场里,我一边和同事寒暄着,一边打开了直播软件,这是我平时的习惯,下班之后,在回家之前刷一刷视频或者直播, 可以给第二天的工作做做准备,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带货直播运营,再加上家里老婆长得年轻漂亮, 所以我都是看的带货或者美食类的视频直播,突然,一个直播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, 齐取宠物,这个直播间的名字第一时间吸引住了我,老婆最近嚷嚷着想要养一只小狗, 可以在我不在的时候姐姐们,我们一直都在商量养什么品种的狗,但一直没商量出个结果, 我看着直播间也产生了兴趣,齐取宠物倒是要看看怎么个齐取法, 本以为会是一个卖小猫小狗的直播间,顶多了就是一些飞鼠仓鼠之类的宠物,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一幕,直接让我愣在了原地,这所谓的齐取宠物,根本不是猫猫狗狗, 而是人,直播间里,一个戴着面具的西装男人站得挺直, 他一只手拿着皮鞭,一只手举着手机录像,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, 感谢我大哥的火箭,感谢我刘哥的摩天轮,家人们加油上上礼物, 等礼物到了,我们就去粉丝群里开直播了,懂得大哥们都懂了。 男人甩动了一下皮鞭,紧接着一个穿着特制捆绑服装的, 带着狗面具的女人爬了出来,从镜头外一点一点地爬到了男人的脚边。 他跪在地上,头挨着男人,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狗一样,感谢大哥的火箭。 想要看摇铃铛是吧,这就给大哥安排。 男人从不知道哪里掏出了一个铃铛,弯下腰系在了女人的脖子上, 给大哥安排摇铃铛。 男人说着话,却发现脚边的女人一脸地不情愿, 眼看着直播间的大哥要发火,男人直接一皮鞭抽在了女人的身上, 女人疼得支支吾吾地叫了起来,这时候才发现女人的嘴巴里还塞着一颗球。 女人委屈着流下了泪水,但依旧不愿意听从男人的话, 男人有些气急败坏,再一次挥出了手中的皮鞭。 女人的身上出现了红彤彤的鞭痕,女人此时似乎也浮了软, 开始疯狂地摇晃了起来,铃铛叮丁当当地响了起来, 直播间里也是一片叫好,评论里各种各样的声音浮现了出来, 这宠物要多少钱能卖啊? 怎么又是这条狗,老子都看腻了,什么时候换一条? 就是就是,来点别的啊。 今天的宠物真不错,有兴趣约一次吗? 说这些话的一看就是老观众了,连直播间里的宠物有什么都知道。 我看着这些评论和直播间里的画面,不自然间身体就起了反应, 甚至产生了也想要来一条试试的想法。 突然,一个大哥又刷上了一条火箭, 而要求是,让男人坐在狗的身上,似乎这是个经典项目。 看到大哥的话,男人甚至都没多说什么, 直接说了一声凳子,似乎害怕女人又不听话, 拨了大哥的脸面,男人先是一鞭子抽了上去。 而女人则是变换着姿势,四肢稳稳地趴在地上, 拱起了腰,男人直接跨坐了上去, 不仅如此,还在女人的身上前后地移动着。 这种直播间看样子,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观众的变态恶趣味, 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封, 就在我要退出的时候,突然被女人的背部吸引了注意。 这个特殊的衣服,正好露出了女人的整个背部, 刚才的视角我没有注意到, 现在才发现,女人的背上有一个跟我老婆一模一样的胎记。 我被这一幕吓得差点忘了呼吸, 直到一旁的车身轰鸣,才让我回过了神来。 我睁大眼睛,看着直播间里的场景, 拼命地想要确定,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老婆, 可这胎记我太熟悉了,我摸过亲过无数次的胎记, 老婆每一次都会提到她不喜欢,甚至想要去打掉她, 但都被我拒绝了,我觉得这是只属于我的浪漫, 可现在,她出现在了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, 任由这些人观看, 我无法想象平日里连做些什么都要关灯的老婆。 竟然会去这种直播间里, 给人当宠物,被人当狗一样耍, 还被鞭子疯狂地抽打, 我的思绪很乱, 我想知道老婆为什么要这样, 为了钱, 可老婆自己开了一个公司, 怎么可能为了钱去做这个, 我启动了汽车, 握着方向盘的手, 都有些颤抖, 我要赶紧开车回家, 确定这件事情是假的,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, 如果是平时, 老婆早就已经上床入睡了, 只要我回到家, 看到老婆躺在床上, 那直播间里的一切都只是凑巧, 可当我打开了房门, 看到关着灯空无一人的房子的时候, 我的心彻底地凉了, 身子一软瘫坐在了地上, 我深深地陷入了自我怀疑, 为什么, 我对老婆那么的好, 为什么她会做出这种事情, 我和老婆小蕾是大学同学, 军训后我就和她表了白, 当时的她皮肤很黑, 甚至被有些同学恶意起外号, 是黑猴子, 但我不介意, 我觉得小蕾是一个善良的女孩, 可能是我的努力有了回报, 小蕾没过两年就变得十分漂亮, 也会打扮, 一度成为了我们班的班花, 室友都羡慕说我找了个潜力股, 毕业之后, 我做起了直播运营, 虽然有些苦担挣的也挺多, 我本以为会是我在外面拼搏, 老婆在家当家庭主妇的节奏, 没想到老婆很快就升职加薪当了副总, 今年更是成功当上了老板, 虽然她在外面是雷厉风行的老板, 但在家里依然是我的小娇妻, 我很愧疚没有让她过上躺平的生活, 不过她很喜欢工作, 我们的生活也很幸福, 她工作上有什么应酬都会告诉我, 而我平日里的开销也都会和她报备, 可以说我和她亲密无间, 两人之间几乎没有秘密, 可从今天晚上开始, 我开始慌了, 我意识到老婆可能变了, 她不再是以前温柔的那个小蕾, 但是很快, 我的心情又平复了下来, 我相信小蕾, 她可能只是一时间想不开, 或者被什么朋友带坏了, 毕竟我们的感情这么深, 如果我主动提起这件事情, 她一定会和我坦白的, 如果是什么人让她被迫去做这些事情, 我可以拼了这条老命, 也要让那些家伙付出点代价, 一定会的, 我向公司的下属随口交代了一下假期的安排, 然后将工作群开启了免打扰, 我知道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, 不能再考虑别的了, 虽然我不停地安慰着自己, 用我和小蕾的甜蜜合照安抚着自己的情绪, 但还是有些难以接受, 走到阳台一根又一根地点起了烟, 咔灯, 小蕾回来了, 他打开了客厅的灯, 怎么屋子里这么大的烟味? 下一秒, 我从阳台走了出来, 我本以为小蕾会像平时一样冲过来给我一个拥抱, 可他却是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包藏在了身后, 老, 老公, 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? 不是要加班吗? 小蕾说话的声音有些磕磕绊绊的, 他心虚的样子在我眼中格外地刺眼, 这也变相地证明了, 我的猜测是真的, 小蕾真的做了一些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, 我冷着眼看着小蕾, 指了指墙上的时钟, 你是特意掐着时间回来的, 我平时十二点半回家你就十二点回来是吗? 如果不是我今天提前回来, 你到底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? 小蕾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, 但他还是强作镇定地回话道, 老公你在说什么? 我怎么掐着点了, 今天是我出去和合作商谈项目去了, 小小也和我一起去的, 我也跟你说了, 你没有看手机吗? 我知道今天回来有些晚了, 你不会生气了吧? 这要是平常, 小蕾问我生气了吗, 我都会陪着笑说哪敢生气的, 可今天我实在是有些生气, 没有心思和小蕾说这些话, 我打开了手机, 两个小时前小蕾发来的消息, 他说的是真的, 可能是当时在忙工作没有看到, 我有些迟疑, 难道是我看错了, 你真的只是去谈合作了? 我一边说着, 一边朝着, 小蕾走了几步, 小蕾似乎被我吓到了, 靠在房门上, 不敢动弹, 老公, 你这是怎么了? 我没有心思回复, 直接走到他的旁边, 拉起了他的上衣, 露出了他后背的胎记, 果然, 这和我刚刚看到的一模一样, 他的身上还有一股奇怪的香味, 这不是他平时会喷的香水, 是一种蜡烛的味道, 我曾经买过, 但小蕾不同意, 所以就没有玩过, 一直尘封在家里, 没想到他竟然和别的男人先用上了, 小蕾看着我不停地喊着, 让我松手, 但此时的我愤怒, 已经涌上了大脑, 直接将他的上衣, 撕出了一个大口子, 露出了他的整个后背, 而后背上原本白皙的皮肤, 此时有着一个又一个红色的印记, 明显这是烫的, 还有一点点没有清洗干净的蜡油, 连想到刚刚的香味, 傻子都知道, 妻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, 我愤怒地指着那些红彤彤的皮肤, 质问道, 这是怎么了? 这些红的是什么? 我, 我喝酒了, 谈合作的时候喝点酒, 不是很正常吗? 你知道我一喝酒, 就会皮肤变红的, 之前不也是这样, 你还笑我像个小龙虾呢, 怎么今天这么大的反应? 小蕾继续强装镇定, 但他颤抖的声音已经出卖了他, 我有些失望了, 原本以为我和小蕾的关系这么好, 他不会欺骗我的, 可现在十足的证据放在我的面前, 他依旧这样狡辩, 依旧对我撒谎, 见我沉默, 小蕾顾不上自己的衣服, 反而是抱住我, 一脸担心地安慰我说, 老公你怎么了? 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? 还是情绪不太好, 你跟我说吗? 我一低头, 就能看到破烂衣服下难以遮挡的肌肤, 曾经我是多么喜欢抚摸, 现在就是多么的厌恶, 心里这么想着, 我站起了身, 甩开了小蕾, 拿起外套, 就朝着大门走了过去, 这几天我要出差, 就不回来了, 你自己爱, 照顾好自己吧。 离开家的路上我有些迷茫, 不知道为什么, 走着走着, 就走进了一个宾馆, 而我也顺便办理了入住, 等我住进来之后才发现, 这里就是以前和小蕾谈恋爱的时候, 经常来的宾馆, 而现在入住的人只有我, 我躺在床上点起了一根烟, 又重新回忆起了当年的生活, 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, 他的家里管得很严, 所以不能去我家过夜, 就只能下午说是出来玩, 然后陪我去宾馆度过一下午, 之后新婚的时候, 又因为我的工作原因, 导致两个人蜜月都没有好好过, 后来有时间有钱了, 可小蕾又没时间了, 想到这里, 我越来越生气, 甚至产生了离婚的想法, 没有任何男人能接受自己的老婆出轨, 做出这种事情, 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疲倦, 让我不知不觉在床上睡了过去, 不知道过了多久, 清冷的空气涌入了我的胸口, 让我醒了过来, 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昨天的冲动, 我思索了很久, 根据我和小蕾这么多年的相处, 小蕾刚刚说谎时, 明显不成熟的样子, 在综合上他对我的态度, 我不禁觉得这件事情另有蹊跷, 我打开了手机, 开始翻看起了老婆和我最近的聊天记录, 直到翻到了十天前, 他发了一句, 想要去瑜伽馆看看, 锻炼身体, 我当时以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, 所以就忽略掉了, 可现在重新来看, 可能这就是事情的起因, 我赶忙查起了最近妻子的消费记录, 和去过的地方, 果不其然, 我看见了一个瑜伽俱乐部, 就在妻子公司的附近, 而且这个所谓的俱乐部, 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, 入会时, 男子需要交纳会费, 而女生一分钱都不要, 师父去龙历大厦, 尽快哈, 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, 准备赶往瑜伽俱乐部所在的地方, 没想到的是, 刚起步没几百米, 一个男人拦下了车, 而他要去的地方, 也是龙历大厦, 等红灯的时候, 我向后瞥了一眼, 却发现, 这个男人看着如此的眼熟, 兄弟, 你也去龙历大厦, 嗯, 我去上班, 麻烦师父能快点吗? 我马上要迟到了, 我看了眼时间, 现在是下午六点钟, 什么工作是这个点上班的, 而男人一说话, 我就确定了他的身份, 就是昨天出现在直播间里的那个人, 那个畜生, 我忍住了动手的冲动, 不动声色, 而师父也是很懂, 原本二十分钟的车程, 十五分钟就赶到了, 男人急匆匆地下了车, 而我正准备下车的时候, 却看见妻子出现在了大楼门口, 他穿着一身白领装, 黑丝搭配着黑色高跟鞋, 一股高贵不容侵犯的气息, 我躲在车里, 看着两人擦肩而过, 却没有任何的交流, 甚至连个对视都没有, 看起来就像不认识一样, 但我看到了, 男人的眼神一直盯着小蕾的黑丝长腿, 似乎还吞咽了口水, 我等待了一会, 走进了大楼, 来到了瑜伽俱乐部, 趁着保安不注意, 我装作熟人走了进去, 原本以为, 这里毕竟在大楼里, 至少在外面会表现得很自然, 可我刚一进入大厅就发现了不对劲, 这里男人的数量远大于女人, 大概是三比一的比例, 明明是瑜伽这种项目,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男人, 一些男人在和女人做一些双人动作的时候, 还在不停地在对方身上砍油, 有的女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场景, 和身边的男人交换着眼神, 互相抚摸, 而有一个女人似乎不太习惯, 大声地叫了出来, 教练, 你怎么可以摸这里, 我寻着声音望了过去, 不动声色地走到了他们旁边, 我那是在帮你拉伸, 做瑜伽肯定要先做热身动作的, 你的肌肉僵硬, 所以我才上手帮你按了一下, 这要是别的教练肯定不会理你的, 也就是我好心才帮你按按, 可是, 可是你刚刚碰到了我那里, 男人听到女人的话, 似乎有些生气, 提高了音量, 用着大量的名词解释起了他刚刚的动作, 可只要稍微仔细地听一听, 就知道他说的狗屁不通, 男人毕竟是教练的身份, 似乎压着女人一头, 他不断地说着带有一些情绪的话, 让女人有些不敢反驳, 而看到女人乖乖听话之后, 又开始寻寻善诱了起来, 有意无意地提到, 自己能够帮助学员学会瑜伽, 能帮助他达成自己的目的, 我皱着眉头听完了男人的话, 这话里似乎全是在扑问女人, 让女人乖乖听话, 不停地放低自己的底线, 走了一圈下来, 发现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, 大多都是那些刚来的女人, 才会产生这种疑惑, 而那些老油条们, 都是用着能勾芡的眼神, 和身边的男人, 做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, 有些离谱的是, 这里有些男人, 已经不满足, 在女人的衣服外面抚摸着, 已经将手伸进了女人的衣服里, 或者将身体贴近他们的敏感部位, 我连续看到, 好几个男人在女人旁边做动作的时候, 趁机把手伸进了女人的大腿缝里, 手掌来回地耸动着, 我越看越有些焦急, 因为我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, 不知道为什么, 我很笃定妻子就在这里, 她一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, 突然, 我听见远处传来了嘈杂的欢呼声, 我赶忙趁着人群不注意走了过去, 穿过一条无人的走廊, 有一个房门, 在这个地方的尽头, 我尝试着打开门, 却发现这门被锁住了, 应该是里面锁的, 外面只有把手没有锁口, 我只能透过门侧面的玻璃墙往房间里看, 发现这里围了很多的人, 男人女人都有, 他们穿着比瑜伽服还要裸露的衣服, 尽情地跟随着音乐舞蹈着, 时不时还对黑房间最中央吹着口哨欢呼着, 房间的中间有两个只穿了内衣的女生跪趴在地上, 像一条小狗一样, 他们的身后放着好几个气球, 而气球的后面有着好几个壮硕的男人排着队, 每个人都吟笑着, 似乎在讨论前面女生的身材, 这是在做什么? 我有些着急, 想要冲进去一探究竟, 突然站在舞台中间的主持人吹了一声哨响, 我循着声音看了过去, 就是那个男人, 那个在出租车上遇到的男人, 妻子肯定也在这里, 哨声急促地响起, 而那些男人们也伴随着哨响, 开始了自己的动作, 他们轮流用自己的身体挤向女人身上的气球, 有的男人还会故意不挤气球, 而是直接撞向女人的身体, 女人被撞得不停乱颤, 而其中一个女人, 无论是身材还是头发的长度, 都是那么的像我的妻子, 我不断地调整着角度, 想要看清楚台上女人的脸, 搞清楚到底是不是我的妻子, 但无论是哪个角度都无法看清, 根据主持人的说法, 哪边先挤破二十个气球, 哪边就能获胜, 而胜利组就可以惩罚失败组的女人, 而失败组的男人, 只能在旁边看着, 惩罚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, 但这么多的大汉, 对一一个只穿着内衣的女生, 什么样的惩罚, 他们都做得出来, 很快, 一个女人的队伍输掉了比赛, 因为那个队最后排队的男人, 似乎不想忍耐了, 甩开气球, 直接撞击起了女人的私处, 女人似乎也来了感觉, 在周围人的欢呼中仰起了头, 她的头发被甩到了一边, 而她也露出了真正的面目, 我很庆幸, 这不是小蕾, 但随后, 另一队的女人也站起了身, 作为胜利者她, 可以在一旁休息一会, 女人站起身后, 我便瞪大了双眼, 我攥紧了拳头, 虽然心中做好了准备, 但真的出现在眼前, 还是让我有些愤怒, 是小蕾, 我仔细地瞪着台上的小蕾, 却发现她的神情似乎不太自然, 她尽力用胳膊挡住露出来的私密部位, 脸上也带着羞涩和屈辱, 她一定是被强迫做这些事情的, 一定是这样, 我看着台上的小蕾怒火直冲心头, 想要直接踹开门冲进去, 突然身旁出现了一个人, 将我拽到了一边, 你他妈谁呀? 我以为是俱乐部的人发现了我, 一不做二不休, 我直接上去就是一脚, 结结实实地踹在了她的身上, 她被我踹了一脚, 痛苦地直接坐在了地上, 只不过她并没有面露狠色, 也没有大声叫喊, 我停下了想要再来一脚的心思, 想要看看她到底耍的什么鬼点子, 你还真狠啊, 幸好没让你踹门进去, 不然就坏大事了。 没等我继续回话, 男人继续开口说道, 你别踹门, 听我说, 这里不安全, 我们去旁边。 我有些警惕地看着她, 但刚刚那一下给她来得不轻, 连起身都需要我帮扶, 大概也对我造成不了威胁,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? 你是谁? 你想要干什么? 男人看了一眼玻璃厚的舞台, 有些忧郁地叹了口气, 看到里面那个女的了吗? 那是我妻子, 我劝过她很多次了, 但已经完全沉溺其中了, 我想救她, 但我没办法。 男人低下了头, 眼神里充满了落寞和愤怒, 我被她的样子感染到了, 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相信她, 我也只能相信她, 你劝过她为什么还会再来这里? 哎, 我总不能每时每刻都看着她, 只要我不在家, 她就会来这里, 就连自己的工作都已经放弃了, 甚至她的父母劝她都无能为力, 我也想过很多办法, 但我看着男人有些愧疚, 再次望了一眼屋内朦胧的乱象, 视线穿过糜烂的人群, 似乎看见了小蕾在隔空对我求救, 她想要离开这个破地方, 我冷静了下来, 此时我也明白了, 冲进去毫无作用, 甚至还会被打一顿, 小蕾也不会因为我离开这里, 甚至可能她都不会知道我挨打, 男人带着我离开了这个俱乐部, 我跟着男人来到了楼下的一个咖啡厅, 她跟我说起了关于他们的故事, 男人叫吴晗, 是一个货车司机, 虽说工作很累, 但干得多挣的也多, 算是个小康家庭了, 而她的老婆李莉, 原本是个普通的女工, 没什么文化, 但确实很漂亮, 要是年轻个七八岁, 当个网红, 肯定是没问题, 嫁给吴晗之后, 李莉就一直在家看家带孩子, 每天做做家务, 然后偶尔还会做一些手工制品, 上网卖点钱, 前段时间, 吴晗接到一个大单子, 但要足足开一个多星期的车, 离开家之前, 李莉告诉她, 要去一个瑜伽俱乐部报个课, 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, 毕竟很多女人闲暇之余, 都会学学舞蹈瑜伽之类的, 所以也就同意了这件事情, 哎, 都怪我, 如果我当时愿意主动陪着小丽来这个俱乐部了解一下, 愿意多陪陪她, 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个样子, 小丽去俱乐部之后那段时间里, 一直想跟我说点什么, 但要么就是我旁边有同事, 要么就是我太累了, 不想和她说话, 她几次想要跟我沟通, 都被我烦躁地堵了回去, 要是我, 吴涵说着捂住了她的脸, 透过我能看到她的双眼, 红彤彤地充满了血丝, 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情操了不少的心, 她的双臂也是斑白, 可她今年才四十岁, 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, 都是男人自然是懂她的话, 昨天看到妻子的时候,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心情呢, 一边拍着她的肩膀, 我一边提醒着自己, 一定要将妻子从魔罩里救出来, 后来呢? 后来, 后来我发现小丽怀孕了, 但那段时间, 我根本没有碰过她, 结合到之前跟我说的瑜伽, 我部分青红皂白地骂了她, 我骂她是个婊子, 带着她去医院把孩子打了, 吴晗抬起头看着我, 她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泪水, 都是我的错, 你知道我那段时间, 有多么疯狂吗? 我接受不了小丽出轨, 接受不了她的那个孽种, 再加上刚刚忙碌回来的疲惫, 我把她一个人丢到了医院, 她一个人扛过了打胎之后的手术恢复期, 我有些不自觉地做正了一些, 因为我知道, 如果换作是我, 可能也会做出这样疯狂的行为, 在后来, 小丽好像就疯了, 她不再和我还有她的家里人说话, 每天就抱着手机, 时不时就会从家里消失, 她疯疯癫癫的样子, 被邻居看在眼里, 告诉了我, 我还是不理解, 出轨难道不应该把孩子打掉吗? 我找到她, 再一次辱骂了她, 让她别给我丢脸, 这一次她失踪了, 再也没回过家, 直到一个星期前, 我在这里找到了小丽, 当时的她正跪在地上。 吴涵捏紧了拳头, 她跪在地上, 舔一群男人的脚, 像一条母狗一样, 那些人说什么, 她都照做, 我冲过去打那群男人, 却被他们群殴扔了出来, 而我被扔出来的时候, 我看见小丽还在地上一边撒尿, 一边看着我笑, 直到这天我才明白, 原来小丽受到的折磨, 是我完全没法想象的, 而且, 我在家里的床下, 发现了一个笔记本, 里面描述了小丽在这里受到的非人折磨, 完全像是一条狗一样, 抛弃了尊严, 抛弃了作为人的尊严。 吴涵拿出了手机, 里面是李力笔记的照片, 李力的字很好看, 和我老婆的字也很像, 温温婉软, 想来她应该和我妻子一样, 都是一个善良的美人, 可笔记里的内容是如此的相反, 我看着如坠冰枯, 我不能想象作为人是怎么想出这种非人的手段的, 我也不能想象李力在这段日子里受到了多大的痛苦, 他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触摸我的身体, 我本以为这就是普通的触碰。 可后来他们强迫我脱掉了衣服, 他们对施我拍照, 拍各种各样的照片, 我不想屈服, 但他们随意地践踏我, 他们鞭打我, 他们用各种我不能回想的方式对我, 他们拽着我的头, 让我帮他们舔, 我尝试着抗拒他们, 但他们为我吃药, 他们拿照片威胁我。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, 可我不敢离开, 我知道吴韩工作辛苦, 不然我也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免费的瑜伽俱乐部, 可我哪能想得到, 当我不需要购买商品的时候, 我本身也就是一间商品。 他们不仅会灌酒喂药, 我发现他们还在不停地扑啊, 我试着劝意旁的女人一起逃走, 但她却告发了我, 她看着我被鞭打笑出了声, 用头蹭着男人的腿问她, 她乖吗? 我不敢报警, 我害怕我在这里的一切都在网上曝光, 我害怕我成了无价的笑柄, 我真的好想你吴韩, 救救我, 而笔记的最后一行, 更是让我明白了, 李莉为什么最后放弃了抵抗, 选择了坠入地狱, 那个孩子是你的, 吴韩, 我爱你。 我抬头看向了面前的吴韩, 而他转过了头不敢和我对视, 但窗户里的反光还是暴露了他的样子, 他的面如焦土, 老泪纵横, 我木讷地将手机递了回去, 可此时的吴韩无暇理我, 他面对于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, 可能有一瞬间他也想死吧, 所以你为什么要拦住我? 证据, 我在这里潜伏了两个星期了, 拍下了不少图片和视频的证据, 我刚刚看到你在外面偷偷摸摸地看着, 我就知道你和我一样, 也想把这里捣毁。 那你有证据了, 为什么不告发他们? 吴韩看着我叹了口气, 这家俱乐部的外包做得很好, 老板也是个大人物, 不然也不能在市中心的大楼, 开一家这样的东西, 虽然我有视频, 还有小粒的笔记, 但为了以防万一, 我需要一个人证, 这件事情没有第二次机会, 我不敢读。 人证? 没错, 除了物证之外, 我还需要一个内部人员的证词, 有了关于他的视频和人证, 对方就没有翻盘的机会, 但我不认识里面的人, 那些男人根本就不用考虑, 他们是来作乐的, 没理由当人证。 所以只能从女人下手? 没错, 只有从那些女人身上下手, 可那些人, 要么就是刚进去没多久, 还没接触到那些东西, 要么就已经成了老油条, 沉溺在那种感觉里了。 沉溺的话说到这里, 我就明白了她的意思, 似乎我老婆成为了人证的最佳人选, 只有她接触的够多, 也陷得不够深。 所以, 你需要我劝我的老婆离开那里, 并且提供证据对吗? 没错, 只不过你最好说话的时候, 语气好一些, 我已经是你的前车之鉴了, 因为那群人会扑外的缘故, 所以必须要用柔和手段, 用你们的爱来感化她。 放心吧,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。 吴晗点了点头, 和我加上了微信后, 又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, 正是小蕾的视频, 如果柔和手段劝不动她, 就把这个视频给她看吧, 有时候只要避一把, 他们就能逃出来的。 我和吴晗又聊了一些具体的细节, 便分道扬镳离开了咖啡厅, 晚上十点多钟, 小蕾回到了家中, 他明显比昨天要疲惫很多, 可能他也没想到, 自己会堕入这样的陷阱吧。 你没事吧,小蕾。 我本以为妻子看到我回家, 应该会很高兴, 可他一脸惊恐地甩开了我, 甚至一不小心坐到了地上, 我赶忙扶他起来, 但他还是一副抗拒的样子,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, 我想问问妻子到底是怎么了, 可又想起了吴晗和我说的话, 还是叹了口气,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安慰道, 先去洗个澡吧, 热水都帮你准备好了。 嗯, 小蕾进入浴室之前看了我一眼, 我能清楚地看见他的眼中含着泪水, 小蕾洗了很久, 比平时还要久很多, 我听见淋雨和浴缸的声音交替着响起, 他似乎洗了很多遍, 我在门口还听见了他微弱的抽气声, 我没有催他, 只是感觉到有些心疼, 自己宠爱的老婆却被这群畜生这样对待。 洗完澡后, 小蕾似乎心情好了一些, 但还是不愿意触碰我, 可能他也明白自己脏了, 我明白现在是个好时机, 我不想再拖下去了, 我抱住了妻子, 并没有开口说话, 只是抱着他感受他的温暖, 妻子很快就趴在我的肩膀上哭了出来, 老婆当老板很累吗? 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? 小蕾抽气着说没有, 但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, 眼神再一次暗淡了下来, 那你会讨厌我吗? 我们结婚之后, 似乎很久都没有一起过过二人世界了, 各种忙碌的生活充斥着, 你会不开心吗? 怎么会, 我一点都不讨厌你老公, 我爱你, 可是小蕾说到一半叹了口气, 又将话咽了回去, 小蕾, 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, 但我不怪你。 小蕾顿时瞪大了双眼,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 身上开始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, 你知道了什么? 你看到了, 还是你去过? 所有, 包括之前的直播间, 还有今天的俱乐部, 我都知道了, 我也去过了。 小蕾突然无力地摊坐在了地上, 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我, 撕扯起了自己的头发, 似乎是觉得这样也不能掩盖他的痛苦, 直接给了自己一个巴掌, 我爱你小蕾, 即便我看到了, 但我知道, 我知道你不是自愿的对吗? 跟我一起捣毁这个魔窟, 逃离这里, 我们去报警, 那些人即便有着照片视频, 也没法发出去威胁你, 答应我好吗? 我不断地安抚着小蕾, 在小蕾情绪平静了一些之后, 我跟他说了吴涵和他妻子的故事, 小蕾听到那个在台上和他一起表演的女人, 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, 最终决定挺身而出, 当作任正跟我们一起去举报这个俱乐部, 一整晚妻子都没有睡着, 他一直哭着, 问了我, 很多遍以后还会爱他吗? 以后会抛弃他吗? 而我也很坚定地回复了对小蕾的爱, 小蕾也和我说了他的事情, 很庆幸, 他并没有被真正的侵犯, 都是些砍优和精神虐待, 可能有肌肤接触, 但也没有涉及私密部位, 就这样, 在小蕾的哭诉下, 我们度过了这个漫长的夜晚, 吴涵的办事效率很高, 在确定妻子愿意当人证之后就带着警察, 在俱乐部周边进行了围堵, 在夜晚降临淫乱派对开始的一刻, 警察出手围堵了俱乐部, 成功拿下了这个恶心的地方, 在那之后, 我陪着妻子去警局做了笔录, 在那里, 我还见到了那个出租车上的男人, 很快一切都结束了, 虽然这件事情似乎有人拦了一手, 但毕竟案件影响太大, 引得更上头直接下场, 把这个俱乐部的始作俑者也抓了起来, 到这里, 这件事情也就算是彻底结束了, 小蕾和李莉被我和吴涵带去, 看了心理医生, 小蕾康复得很快, 但李莉就没那么幸运了, 多重的精神打击让他很难再清醒过来, 只能等待着时间的奇迹, 而妻子也在我的劝说下, 卖掉了公司的股份, 和我一起远走高飞, 离开了这座城市,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, 只要你不提我不提, 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情, 更没人会知道, 妻子曾经在这么一个恶心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, 而现在如此美艳的妻子, 曾经却那么落魄, 曾经的伤口, 总会在时间的流逝下抚平, 当别人提起这件事情, 也只会微微一笑一笔带过, 很庆幸小蕾走了出来, 而我也没有失去我所挚爱的一切。